今天有一位朋友在线上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 他就是这次生动传媒 其中一个灵魂人物 本身他本来是新闻记者 后来到了报社的副总编 最后在民事做的很高的一个位置 而且属于多媒体的一个统筹者 是最近他跟另外一个导演 亚平一起合组了 就是这几次你们看到 我们也许上一次在合作当中 好像有一点没有不尽理想 这次我们卷土重来 才隔了两个礼拜 那就是你们的学长 游志森老师 我们欢迎他好不好 来志森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这次做的一个平台的合作 平台的一个交流 MSS 今天目前我们正在FB做直播 那我跟我们的团队 针对上一次的缺失 其实我们有一些状况就做个排除 我先跟各位讲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属于电视台 所以电视台有所谓的电视系统 电脑有电脑的系统 其实电视系统跟电脑系统要融合 它其实本身不那么容易 可能因为它是不一样 电视系统我们以前所学习的电视系统 是属于broadcasting的概念 它是one way就是播送 就像凯伦哥你在radio也是做这个概念 就是它是用电波的概念发射出去 它不管feedback的东西 它不管没有interactive的这种概念 所以电脑系统就属于有互动的概念 它是属于double way就是双向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声音跟影像在做 如何把电脑系统变成我broadcasting概念 在做直播 这其实是有一些技术性的 需要去融合跟客服 大概讲 那我们整个小团队就把这个问题给客服了 待会儿学弟学妹们只要在课后 你可以上凯伦老师的FB或粉丝团 就可以看到这个直播的情况 这个情况会非常的清楚 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对我现在已经在另外一个角度 看到了FB在播出的东西了 他虽然delay30秒 那FB上朋友都看到 他会经过亚平导演的手法以后 他会有各种的画面出现 那就是活的对不对 在以前这个做法是电视台 比方你们明示大型的OB车 到外头来出外景 打播在那里Q对不对 出动这么多的人力才能够做得出来 这样的一个分割画面效果 没错 今天我们大概应该让那个谁 小轩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场的导播 他所带的器材是什么东西 小轩你要赶快回来 让大家看 因为透过同学也会看得到 导播在这就是亚平 也就是导演 然后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看似简单的一个平板 然后包括他也带了 好像那个叫什么器啊 导播 阴控 阴控这些东西就可以让同学们 你们回头再看看FB上 它是呈现出多元化的 就是让我们可能从Google Meet之外 转播到FB上 甚至他们还可以转播到YouTube 但是今天没有办法用老师的YouTube 是因为我的人数不到那个人数 他就YouTube不给我再这样子的一个 他们主导就进不来 除非我YouTube自己按直播 导播对吧 这样才可以出得去 好 就跟大家讲一个 这就是MSS 应该是Mobile Studio System 是一种移动式的平台